今天我将分享预定酒店的超级秘诀 能轻松帮你以五折 甚至更低的价格订到超赞的酒店 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Stay tuned 千万别走开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ff 2020年大家最想干什么 出去旅行 有没有 而出去玩 订酒店又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怎么在保证品质的同时 又能订到心仪的特价酒店呢 那么在我频道接下来几期的内容里 我会为大家梳理和分享 2020年正规合理 清测有效的最新的 酒店省钱大招 能轻松帮你订到五折 甚至更低的 优质酒店 好废话不多说 Let's go 学会订酒店 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套路超级深 在本期的节目里 我将和大家分享 影响酒店预定价格的 第一大要素 那就是 时间 我相信爱旅游的你肯定知道 旅行有淡忘期之分 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朋友来讲 其实很好理解 春季和夏季是出游的高风期 但你可知道吗 南半球的国家的旅行的淡忘期 是与我们完全相反的 所以 选堆季节出行就显得格外重要 好 这次我们选择南半球美丽的新西兰的皇后镇 来做一个案例对比 我们首先选取 6月1号到6月2号皇后镇的酒店 反正出来完了 对自己好一点 先选五星 搜索结果出来了 那么在前三位的价格的酒店 分别是90540元和1066元 那么我们再看 新西兰12月1号到2号 也就是他们的 暑期的价格 这是旺季的价格 同样的我们选择五星 搜索结果 跟前面一致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同样三加酒店 价格在6月份到12月份 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其中最夸张的皇后镇谢尔顿酒店 它的价格竟然相差了1.2倍那么多 在了解了季节的淡忘季 对于酒店价格有如此大的差别之后 我们把时间轴 缩短 缩到月份 大家有没有听过早鸟架 也就是EarLiver Price 早鸟架一般是以月来做单位的 它是酒店为提前锁定客户 而给予的幅度不小的一个折扣价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次我们选取上海的一家精品酒店 普利酒店作为案例 那么我们提前一个多月 选择5月1号的价格 好价格出来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它的基础房型 针对提前20天的预定 能有7.5折的优惠 那么提前10天预定的话呢 也能享受8折的优惠 甚至你只要提前5天 也有85折的优惠 力度还是相当的大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房型 这里我们发现提前30天 是有最低的7折优惠 那么以此类推 所有的房型 对于早鸟架 都有或多或少的优惠 力度 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你又不想把预定期限 早早的锁死 但同时又不想在 last minute 去预定你的酒店 那么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 这个区间 预定是一个相当好的平衡点 既能让你享受到价格的优惠 同时也不会有太大的不确定性 OK 我们继续缩短时间轴 从月 缩短到周 要知道 酒店根据自己的客群定位不同 它在一周当中的价格分布 也完全不同 那么商务型的酒店呢 它一般在周末 的价格会更加优惠 但是度假型的酒店 它会截然相反 在周末的价格 一般都比较昂贵 这次我们把目光放到北京 商业CBD区的豪华酒店 利兹卡尔顿 我选取了6月份的价格表 可以清晰的看到 周末两天的价格比工作日要便宜了不少 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 平均降幅大概在25%左右 其中 最大差价的那两天 甚至达到了6折 所以呢 当你出行前 如果你拥有一定的灵活度 那么巧妙的运用不同类型 在一周中的价格分布 也能轻松的帮你至少省出 20%的酒店预定成本 OK 我们继续挤压时间 把它从周挤压成日 也就是你预定酒店的当天 大家都知道 酒店都有预定保留时间 一般是在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区间 那么既然有保留 就一定有取消 对不对 所以呢 在下午5点之后 就是你预定当晚酒店 薅羊毛的好时机 在这里我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款 境外预定当日特价酒店的APP Hotel Tonight 好 现在是美西下午的6点钟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主界面 今天我们就住在硅谷 好 点击搜索 哇哇哇 看看这些价格 我的天哪 大家看 第三间的普尔曼 San Francisco Bay 平时的价格是455美金 今天只要卖92美金 相当于只花了两折的价格 订到了这间酒店 通过这个直观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巧妙运用当天的时间点 也能轻松的帮你省出一大笔钱 最后一个跟时间相关的酒店预定诀窍 那就是汇率 为什么把汇率放在压轴来讲 因为 只要你出国旅行 它影响的不单单只是你预定酒店的成本 它影响到你所有旅行的方方面面 包括机票啦餐饮啦 以及一切乱七八糟的支出 而现在汇率波动越来越频繁 在出行前 我们首先筛选那些汇率很划算的目的地 这不就是一个正大光明的省钱妙招吗 我快速地搜索了汇率网站 我发现 对人民币大幅下挫的货币 近期有 澳币 纽币 和家园 假设如果你近期选择出行的话 那么这三个国家 就完全可以放到你的waiting list上 毕竟汇率就已经帮你打了95折甚至更多 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上面的事例 我向大家验证了 如何利用 五个与时间相关的因素 快速 高效的预定到超高性价比的酒店 但是到此为止呢 也充其量只是一个初级玩法 I know you wanted more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我将会带你油钱入深进入酒店预定省钱的高级玩法 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 请给我一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回见